嗨 大家好 今天呢要跟大家做一個first impression的影片 就是我對於這個產品的第一印象 那今天呢我要用的是這個試用包 可是這個試用包是就是之前我在台灣的Etude House買東西的時候 店員給我的 那這個產品呢就是Etude House他們新的一個粉底產品 它叫Bit Cover 然後是Concealer BB 就是它是一個遮瑕度非常高的算是BB霜吧 那它有SPF50 PA三個加 我的色號是Vanilla 我記得它只有1 2 3 三個顏色 由於呢我覺得使用什麼產品來上粉底也是會影響它的妝感的 所以我今天使用了兩個東西 分別是在兩邊臉的部分 一個就是Beauty Blender 一個就是Morphe M439 就是他們家的粉底刷 因為我Real Techniques那支粉底刷昨天剛拿去洗 所以我今天就使用另外一個我很喜歡的粉底刷 就是Morphe的這一支粉底刷呢跟大家分享 好我現在把它解開了 我是比較怕顏色我不能用 因為通常這種通常都比較白 看起來是很白 非常白 如果底妝是遮瑕度比較高的 我通常會建議挑稍微自然一點的顏色 比較不會覺得變大白的 好那這個就是沾濕的Beauty Blender Beauty Blender一定要沾濕使用會比較自然 那我自己是覺得Beauty Blender很適合用來就是上一些質地比較 比較稠 比較遮瑕度比較高的那種 就會適合用Beauty Blender 因為它可以讓它比較均勻比較薄透 比較不會讓你的妝過厚然後卡粉 好 目前看起來顏色是真的比較白了一點 但是因為Beauty Blender讓它變薄了 所以也不會覺得看起來太厚 喔因為我最近 最近就是快要那個來 所以呢 這邊有兩個好朋友在這 目前呢因為剛好我這邊的臉上有兩顆痘痘 然後因為Beauty Blender的關係讓它變得很薄 所以呢其實兩個痘痘都沒有遮住 好我現在上完這半邊臉了 目前妝感看起來是 算是自然的 因為這個就是會讓它變得比較薄一點點 但是顏色上面我覺得是有稍白 但還可以接受 但是就是不能再上後了 因為再上後就是會跟我脖子有非常非常大的色差 我拉近一點給大家看 就是我現在臉上有這邊痘痘痘痘 然後就是有一些小斑點 但是剛剛上完之後就是 看起來覺得均勻膚色而已 那皺痘的部分是還好 可是我覺得可能跟我使用Beauty Blender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海綿會把它整個都推勻然後變得很薄 但是使用Beauty Blender的好處就是 你的妝會非常非常的貼 所以呢就是你可以上完之後 再使用皺痘膏局部的皺痘 那你的妝就會看起來非常的薄透 好那接下來另外這半邊臉 我就使用Morphe的這支MC39 那它的形狀長得跟Rail Tennis Needs很像 只是它比較大隻一點點 那主要就是用點壓的方式可以增加遮瑕度 我現在只有上了一點點 然後就是用點的方式 其實這種刷具我自己是都用 畫圓圈或是用點的方式 用點的方式遮瑕度會比較高 非常的明顯就是我上完這邊臉之後呢 跟這邊有非常大的差別 因為刷具工具不同的關係 這一支用起來就是它可以讓妝 就是粉底遮瑕度比較高 所以呢就會非常非常明顯它超白 然後這邊就感覺蠻淡的 所以這就是遮瑕度比較高 遮瑕度比較低 然後看你喜歡哪一種妝感 就可以選擇哪一種工具 好我先近一點給大家看 就是呢很明顯用刷具的這邊就是 遮瑕度變高了 所以就是感覺還不錯 就是不會看到斑斑點點什麼的 那它不是那種有光澤的感覺 有一個毛在那裡 就是看起來不是有光澤的感覺 但是就是通常韓系的底妝 都會有一點太白對我來說 因為我是自然膚色所以 好等一下就是我會這樣Beauty Blender 稍微把它打薄一點 不然真的太白了沒有辦法出門 好現在遠看應該還蠻明顯 就是這一半邊比較自然 這一半邊就是遮瑕度真的很高 就你不要看脖子的話 其實就是幾乎不需要使用遮瑕膏了 那黑眼圈的部分 因為我剛剛沒有特別點這邊 所以現在還看不出來 但是我等一下可以先均勻膚色之後 再來處理我的黑眼圈 我現在先用 一樣用Beauty Blender 就是稍微把它壓過 因為我自己不喜歡就是 底妝太厚就是會容易卡粉或脫妝 所以呢 用海綿先把多餘的粉壓掉 好那我現在就是再多用一點點這個 來當做的黑眼圈遮瑕 因為它就是比較白 所以我通常會希望我眼下這一塊 再稍微可以提亮一點 所以今天我就不使用其他遮瑕膏 就是只用這個 好了之後呢 就是拿Beauty Blender把它給暈開 眼下這邊的粉一定要薄 不然的話呢 會非常容易 嗯 卡粉在你眼睛下面 我覺得它用來遮黑眼圈表現也還不錯 就是像這樣 整體上來說的話 它的遮瑕度是高的 那我來試試看就是局部的點 加在這一些 痘疤或痘痘上面 會不會 就是可以讓它消失 因為我這個痘痘是一個紅痘痘 所以呢 顏色還蠻明顯 它有變淡 但是還是看得到它 基本上我覺得痘疤可以遮得掉 但是真的 顏色比較深的那種 紅痘痘 就遮不掉 好那我拿出我平常遮痘痘的這個 Laura Mercier的這個 雙色遮瑕 那因為我現在底妝比較白了 所以我就使用比較白的這邊的顏色 我這個是三號 但其實我應該要用四號 三號對我來講有點白 那它的質地比較乾 所以就是比較適合遮痘吧 因為這樣子 你看現在這樣 然後點點點它就不見了 好那目前這個底妝看起來就是這個樣子 對我來說真的有點白 然後 我拿它來遮黑眼圈 黑眼圈的部分就沒有用其他產品了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它其實遮瑕度是真的還蠻好的 那除了我剛剛那幾顆痘痘 我用的遮瑕膏稍微點過之後 其他都是這個底妝原本的遮瑕度 所以大家應該可以看得出來它遮瑕度是高的 然後 我覺得要使用工具就是要挑 像我覺得它就比較適合這個Beauty Blender 對我來說啦就是 不然的話就是會覺得妝感會很重 就是如果你使用刷具點壓的話 就會覺得這個底妝看起來超級紅 好那這個就是用Beauty Blender的效果 現在時間是下午的1點13分 對那我等一下就是化完妝再跟大家 就是稍微給大家看一下整體的妝容效果 嗨大家好我現在呢化完妝了 那我為了要讓大家看得出來這個妝感 所以呢我現在是只有上修容跟腮紅沒有上打亮 所以現在我臉上是沒有任何的光澤的 所以這不是一個光澤肌的底妝 對我來說啦 我覺得看起來是還好沒有什麼光澤 那因為剛剛我有說過這個顏色對我來說太白 所以呢我用修容的部分 讓這兩個就是脖子跟臉交界的地方 不要這麼的明顯 因為我自己個人是不喜歡在脖子上上妝 因為很容易把衣服啊什麼的都沾的都是粉 然後我覺得其實最好的底妝就是 你的臉跟脖子是沒有色差 這樣你的脖子就不需要上底妝了 像我看過有一些人就是可能連耳朵啊脖子啊都要上底妝 那就代表那個底妝的顏色可能對你來說不是那麼的適合 所以你才會需要去上耳朵跟脖子 所以我自己的話是希望比較自然一點 但是我現在就是用修容的方式 讓它不要有這麼大的色差 現在看起來的話呢 因為才剛上完妝沒多久嘛 現在是2點53分 跟大家就是update一下現在的時間 所以其實才剛過沒多久而已 還不到一個小時 那目前看起來妝是這樣 那我剛剛是有用我平常使用的透明蜜粉 就是稍微的定妝 但是我沒有上特別多 好那我對這個粉底的第一印象就是 一個是它顏色真的滿白的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它是屬於中高遮瑕度 但是要看你用什麼樣的工具 像我自己喜歡比較薄透一點就是 雖然它是高遮瑕度的 但是我不想要看起來就是像面具臉 所以呢我就會用海綿沾濕的方式 讓它看起來比較自然一點 但是還是有它的遮瑕度 那在遮瑕度的部分呢 黑眼圈我今天是完全使用這個粉底去遮 所以呢看起來大概是這個樣子 應該看得出來就是 我拉近一點 就是黑眼圈的部分其實真的可以遮掉滿多的 所以就還不錯 但是因為我現在這邊跟這邊有一個痘痘 所以還是看得到影子 但是這兩個痘痘我有稍微上一點點遮瑕膏 就是大概像這樣子 妝感的部分我覺得是屬於比較有妝感的 所以如果你喜歡自然肌的人 可能就不會那麼喜歡這個粉底 但是如果你需要那種比較 遮瑕度比較高的底妝的人的話呢 這款我覺得應該是還不錯 那接下來就是我晚一點會再跟大家 update一下就是 就是一整天下來經過幾個小時之後 他大概的樣子 我現在在捷運站 然後呢現在是9點多 就是來跟大家更新一下我的妝 給大家近看一下好了 就是現在看起來大概像這樣 其實我覺得時裝力還不錯 然後中間我都還沒有補過妝 然後至於控油度的問題的話 我自己是覺得如果你的粉沒有太厚的話 應該是不會脫妝 因為我現在這樣子我覺得是還OK的 像現在這樣如果我稍微吸一下油 其實也不太用補 就是大概看起來像這樣子 然後我現在在捷運站 現在是9點多嘛 大概是過了5-6個小時左右 所以等一下回去晚一點再跟大家更新更新的情況 嗨大家好 那現在的時間是晚上的12點多 大概是12點半左右的時間 那我今天大概是下午2點左右上的妝嘛 所以大概過了9個小時 10個小時左右 所以我現在臉上這個妝是帶妝了10個小時 然後這中間我都沒有補妝 我現在稍微調近一點給大家看 好那我今天其實上網查了一下 就是Vanilla這個顏色是他們的1號色 就是最白的顏色 所以呢其實對我來說這個顏色真的超級無敵白 所以雖然我用了修容 然後我的底妝又上得很薄 但是仍然看得出來就是跟我的脖子是有色差的 就是我剛剛說的我今天的這個底妝其實上得非常的薄 因為我使用暫時的海綿 那我今天就是只有今天換了補口紅而已 就是底妝的部分我都沒有動它 所以你看像這個我痘痘的地方就是那個 因為它是凸的 所以那個可能就被抹掉或什麼 就是我遮瑕膏的地方都不見了 所以痘痘都跑出來了 然後如果不要看痘痘的地方的話 其實大家可以稍微近一點看就是鼻子出油的狀況 因為我是混合肌體終於出油嘛 就是再近一點給大家看好了 好這是比較近的狀況 就是看起來鼻翼這邊是都有出油的狀況 但臉頰這邊還好 就是所以我覺得它是不會乾的 像我是臉頰會乾但是看起來是還好 那痘痘的狀況就是這樣子 就是我遮瑕膏因為是凸的所以遮瑕膏都掉了 但是我覺得基本上像這個黑眼圈的部分啊什麼的 這邊都已經有點脫妝了 請大家忽略我的脫妝 好就是遮黑眼圈這個部分啊 其實也不會太乾卡粉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不怕乾的啦 因為你看這邊都眼周沒有卡粉 我近看起來的話覺得它是那種奶油的感覺 就是可以上一點粉撲了 但是也沒有到真的非常非常的嚴重 那我今天其實有帶著妝就是睡了一下 就是睡了午覺 所以呢就是眼睛這邊就有一點點脫妝 但是脫妝的部分是我的眼影就是有點暈下來 好那最後就來總結一下今天整天下來的一個review 那今天的話呢我自己覺得 嗯除了色號不太符合膚色以外啊 其他的部分的話就是其實我一開始蠻擔心就是 因為它主打遮瑕所以會比較容易吐石流什麼的 但是我自己覺得這一款粉底它適合的工具可能是沾濕的海綿 因為它可以幫助你就是吸掉多餘的那個 就是可以讓你的粉底比較平均然後比較薄透 不會到太厚重 那如果你使用刷具的話呢就是可能它的遮瑕力會非常的高 但是也相對的就是會比較厚粉的感覺 所以是看你個人的妝感的喜好 那我自己是喜歡用beauty blender使用這一款粉底 因為它可以就是比較薄透 然後比較不會那種面具臉的感覺 所以總結來說的話呢我這一款粉底是還蠻喜歡的 對我來說算持妝力還不錯的 但是就是它是屬於那種剛上完的時候看起來沒有任何光澤 但是到了晚上現在看起來像是有一點自然光澤肌的那種感覺 我今天沒有上任何的打亮 所以看起來大概就是現在這個樣子 但是因為現在晚上然後我現在拍這個是有打燈光的 所以可能實際上看到的那個光澤會再稍微弱一點 因為現在看起來光澤這麼明顯是因為有打燈光的關係 所以我會推薦這一款粉底給可能是混合肌的人 或者是混合偏乾或混合偏油 但是真的有機的話我不太確定在台灣的持妝力會如何 那真的很乾肌的人的話呢我也不太確定 但是至少目前我眼下這一塊非常乾的地方是沒有卡粉的狀況 所以就是提供大家參考 但是它不算是一款非常光澤的粉底 就是如果你想要找一款光澤的粉底的話呢 這一款可能就我覺得可能比較不適合 但是還是看個人的膚質 那今天這個測試影片呢就是純屬我個人的膚質跟台灣的天氣啊 這幾天的氣溫狀況就是做出來的測試 所以但是還是要看大家的膚況還有你所在的地方 那天的天氣狀況等等都會影響這個整個底妝 然後還有你使用的工具其實都會造成你的底妝會有一層天下來會有不一樣的結果 所以這個測試呢算是一個給大家的參考值 大家如果喜歡這樣的影片測試的話呢 別忘了在下面幫我按個like 那我最近下一支影片應該會拍就是 我之前很久以前就說要拍的Cogendo的Aqua Foundation的測試影片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來看我影片的人呢 也別忘了去follow我的Facebook Instagram還有我的微博 然後最重要的是呢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那就這樣囉下次再見掰掰